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大家好 晚上好 是我胡伟权 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我们的专题原来官员 今天呢我们会说两位的那个细菌的人物 所以呢今天会比较紧迫一点 我们就立刻开始了 今天会说的这两位是谁呢 就是一 岛金一红 还有二 长中我不胜轻 这两位的细菌的将领 这两位将领呢其实也不是说细细武文吧 也是非常有名的两个武将 然后有什么好说的呢 每个人都各有一个问题 是可以好好的去谈一下的 首先我们说一下益红吧 Let's go 首先呢说到益红的时候呢 我们会问几个问题 包括他是被迫加入细菌的吗 第二他是瘦手旁观 不帮忙 然后不参战吗 因为在很多的官员的电影里面 或者是那个大战区里面 必定会演到这一幕 那我先说一下问题 第一个呢我说到益红的话呢 他本身是不是被迫加入细菌 或者说他是因为比如说传说中的 因为他到了福建城 然后呢想入城帮忙那个辽聚员中 然后被轰出来被拒绝这个说法 这个说法呢本身呢是那个 是那个后来三毛帆的那些的资料里面 所传出来的一个可以说是户短 或者说是包备也可以这样说的一个的 说法其实并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的史料 证明他是想进入福建城 这样的说法 所以说这个说法本身呢 其实是有点水分了 也可以说是三毛帆为了要找一个借口 比如说自己是被迫的为自己的方主的老爸去做一个的说明 因此呢这个说法首先是有点不靠谱 其实在那个7月中旬 当那个细菌准备要起病的时候 益红他本身第一方面说自己手上没有病 第二方面就很快的到了过了两天之后呢 就跟那个也是跟细菌是同一个鼻气出气的 那个三三谨慎 然后呢已经有一个的交化 有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的联系 所以说可以说益红他本身是可以说是 他是一个以自己的医治加入细菌 也是代表说他是以一个参与的人物 并不是一种被迫的状态 而且在那个整个跟十全三层的关系里面 其实他跟三层关系很好 在那个岛经输给了封城受益之后 他也是一个受益者 在三层的指点 在三层的帮助之下 慢慢的成为一个可以说是凌驾了他各个 岛经一九的一个地位 因此呢其实他当时跟岛经一九的关系不是特别好 可以说是岛经一九呢就是力压所有的任何可以 以资源他的方式不出兵不资源 只是容许一些家庭以个人名义的从沙漠跑上来 京都来资源那个的一同 就是因为他们两兄弟的关系 其实到那个时候已经可以说到了一个不太好的一个的状态 这方面呢也是牵扯到后来我们有机会的话 会说一下岛经四宗帝的那个问题 因为很多的传说也非常多的人可能对这四宗帝的故事很有兴趣 我们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说一下 所以说呢说到这里来的话 呃首先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事情是不对的 他是带着这一字一红了 带着这一字是加入西军的 然后到了官员的那个时候呢 他是不是消极应战呢 也不是 因为呢在现在目前的一些史料 或者说一些的 呃不同的回忆里面来看的话呢 他是属于他的位置是在三层的军队的后面 因此可以说他本身必须得等到三层有那个的配合安排 他才能打过去 而且很重要的是 我们刚才说过 呃当时一红他本身的那个兵力有限 加起来才1500不到 所以说当时也是他也发现自己的兵力完全不够 不足以发挥任何的功效 把他推到前线的话没有什么意义可言 所以说他本身在当时的一些地位来看的话 他就处于三层的后面 当然到后面那为什么他不支援三层呢 呃根据现在目前的史料综合来判断的话呢 到三层来找他的时候 是少找川寿秋已经被判了 已经倒戈了可以说 呃到了东郡的部分 三层才要求岛金 就是投入 然后呢去希望能够力挽狂瀾 但是我们到时候已经说了 当时候我们大家可以想象 当时细菌已经处于一个非常恶劣的一个状态 各个人呢基本上是能够保命就保命 能够保护自己能够存身而退 就不错了那种状态 因此当时呢就倒进风酒或者说倒进一红了就处于一个非常消极的状态 而不是跟一些的呃大好剧或者是一些电影所说 是一开始就已经消极 其实到后面他发现也没有什么胜利的一个希望 所以呢就尽可能的话就是先以保命为主 就切换了这样的一个的呃作战的状态 是这样我们可以这样的理解 当然我们还是可以说做算这样子的话 为什么不为了三层而去奋战呢 我们还是可以这样的去批评他吧 但是当时来说的话 基本上三层只是一个牵头的人 他不是呃他不是一红的上司 而且到那个时候尽可能保住那个的兵力能够存身而退 也是比较重要的 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理由 所以我们不能够过度的拐掉他 好了说到这两个部分了 我们说到下一个就是 常中我不生气的问题 那为什么他呃 呃会这么的没有做任何作为吧 呃 没有什么的在关于里面有什么参入 呃为什么要说他呢 其实这里有几个问题可以说一下的 首先他本身呢也是一个所于呃 呃 大家自己医治叫做细菌的人 主要是他本身跟毛利慧元有交情 然后他的也是跟另外一个封城的奉行就是那个呃 呃 增田长盛也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这个是他把元清的时代已经打好的基础 因此呢我们可以说呃 呃 盛青他本身是也是一个加入细菌也是一个呃 非常合理的一个状态 而当时他出发到了进度的时候 其实已经打完了福建城之战 所以说他本身已经不可能再去追随家康了 因此呢他占了细菌 他那个叫细菌 然后他本身的那个呃 呃 基本上所大部分 除了倒戈的细菌的将领以外 其他细菌将领不是被杀 不是被啊 被迫切腐或被崭刑以外 都是被改异 他也不他也不例外 这部分呢也可以说是呃 呃 嗯 投机方面的失败吧 呃 从结果上来看而已 但最后他其实是有机会 能够搬回来 可能就减风 可能都迁到来其他地方 但是很不幸的是 由于他在那个周旋渝加康的 跟那个锦衣执政的那个的里面呢 他跟他哥哥他的三哥就是那个呃 金野轻忠发生一些问题 然后呢就迫使了他哥哥自杀 然后呢导致了后来有一些的呃 就是包括他的哥哥的一些的 就是金野家的一些的加成 就引起了一个就是拒绝呃 呃 移交那个土著国的一个的事情 就是糊糊一回 然后呢导致整个事情呢就泡汤了 原本还可能有机会成为一个小猪猴 现在连这个机会都没有了 然后就被改异 所以说 这事情我们可以说在呃 圣青他在这方面处置处置 有可能也是呃 做了点多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 但是他其实 本身选择也不多 他能够做的就尽可能是保证 希望他能够呃第一能够安全 第二能够尽可能的周旋于 那个就连着加康 希望能够加康能放他一条生路 本身呃 他老爸原亲跟加康的关系不太差 可是呢 他整个事情呢呃 呃 但是我们还要提醒一句话 不管他的三哥是怎么死的 其实也没有很多的一个历史的史料 证明是呃 完全能够说清是圣青破死他了 或逼死他的哥哥 但是我们只能说 从现在目前客观的角度来看 是由这个可能 因为他哥哥 清宗很早的时候已经表示他是东军的一个的意志 所以说对于圣青来说 他也是属于一个的呃 那个不稳的分子 有可能会最后呢就分裂了 产中文不佳 所以说在当时的角度来看 有可能是首先把一些不安的因素给除掉 而加康在当时呢 也并没有以那个他杀害了清宗 作为一个非常大的理由 最重要的理由还是因为那个扑乎一魁 所以说呃 这个部分呢我们还可以是斟酌说 圣青他做的这个事情跟他最后被改议 呃 只能说是连锁的反应吧 但是 当时来看的话我们可以说 呃 圣青他做的错误也并不是完全的错误的 或者并不是完全的不能理解 不管如何 呃 导致一红跟常罗不不不不生青 他两个人各有各的下场各一一好一坏 呃 呃 一个呢就转转呢就回到了沙漠哦 沙漠哦 然后呢就呃 能够他哥哥出手 然后呢 当然也有前面我说过了 就是呃 那个辅导政者等人 还有呃 那个 锦衣执政的那个的获选之下 终于就让导致能够活下来 73万十代代平安 到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常罗不生气呢 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第一 他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作为在关于里面 第二 他本身的能依赖的人也不多 因为他最依赖的那个增田长盛也是细菌的 最后细菌也让他改异了 所以没办法 所以说他也是因为没有什么好山能够帮他去 那个周旋之下 只能够靠自己 然后当时其实 在当时时代来看的话呢 家康已经决定要把那个土著异国给拿走了 所以说他只能够选择是保密 又或者说是减风 这样的状态 很可惜的一个事情 现在我们就提到这两个了 我这样 好时间到了 我们不扯太多 那上一次呢 由于有些朋友说一个要求 所以呢 我们下一次再说一口气说两个的东军将领 然后呢 最后呢再说 各自各的说三成 加康 尽其期待 然后呢 也希望大家去支持 我们以后呢 那个输入会再版了 我们也说过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然后还有 我们1500战那个事情 也快要到那个目标了 请大家继续努力 然后呢我们会继续的努力的去筹备一下这个庆祝活动 好 谢谢大家 再见